我觉得兴奋然后感动 台湾蝶王冠宏 秀出亚运银排战机 报告好消息 台湾队在杭州亚运 在天一面奖牌 王冠宏挑战男子200公尺迭视 分组预赛游出1分57秒01的成绩 排在第三 29号晚间接近9点钟决赛 日本选手森本哲田 最终拿下冠军 王冠宏游出比预赛还快的 1分54秒53获得第二名 王冠宏的这一面 亚运男子游泳奖牌 在对史上睽违25年 回顾1970年泰国曼谷亚运 许东雄艺人包办四面游泳 铜牌 但随后相隔28年 男子游泳项目才又在1998年 曼谷亚运 由黄志勇也就是王冠宏的教练 获得男子100公尺自由式铜牌 没想到在隔25年后 王冠宏在男子200公尺碟视项目 拿下杭州亚运银牌 刷新台湾队亚运男子游泳项目 多排记录 出赛前被看好有多排机会 王冠宏涌进亚运赛场不负众望 把奖牌带回池畔 同步刷新队市与夺牌记录 三雷兄中国纵报道 三雷兄中国纵报道